京北市新店有一名蔡信工人到药局锁定酸痛贴布 不过呢他不是用买的而是用偷的 而且这一偷就是偷了17包 最后被逮的他呢被抓进了警局 向警方说实在是因为工地工作真的是太酸痛了 所以才会失心疯偷了17包的酸痛贴布 让警方是当场傻眼 蔡信男子走进药局锁定架上的贴布 接着大手一抓拿走了17包的酸痛贴布 一不小心还掉了几包 热心的客人立刻帮忙捡起来 只是接下来蔡先生不是走到柜台结帐 而是大喇喇的走出店门口 现在忙很多人 然后客人看到他把东西带出去 那再告知我们 店员赶紧追出去要追回这个贴布大道 失风被逮的蔡先生一脸淡定 乖乖的回到药局 把17包的贴布通通给吐出来 不过他说他会这么做可是有原因的 应该说因为他工作的原因 所以说可能酸痛 所以说他想要临时起意 想要去偷这一些酸痛药膏来贴这样子 在工地打工的蔡先生 似乎对药品情有独钟 先前也曾经通过申罚税 不过毕竟贼亲该拜 蔡先生这一次可多了条 怯到最嫌 晚安 蔡先生